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暗夜破壞城市 先跟各位講一下 幾個新手比較常會遇到的問題 那我這邊右下角有我們的討論群 可以加入討論群一起來玩遊戲 然後後面我等級練高之後 也可以帶大家去解任務 一開始大家要記得 在你的地圖上的話 對於最新手這個地方 網路上有一些我們可以查 你可以去看你的開花路線 要不要跟著他們 像我自己是 我就照我自己的進度去走 反正最主要的重點就是 莉莉絲祭壇一定要踩 然後盡量是照著你的路線去接 然後藍色任務都接 接完之後你就先擺在旁邊 然後再來是主線任務主充 然後所有的傳統平台要記得去踩 因為你後面要去過的話會比較麻煩一點 那你如果有朋友的話 跟著朋友一起去幫你踩傳統祭典 也是蠻快的 然後再來就是最主要的 像我玩的是魔法師 魔法師就是魔法師 魔法師的話有掌控所有的元素之力 然後包含他的大招是非常的帥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然後我這邊的話呢 大概是20幾等 我就瞬間回去解我的這個附魔 大概15等的時候 你可以回去新手村這邊 這邊會有一個魔法師的任務 然後把他解完之後 你就可以開啟你的附魔 附魔你把他丟下去之後 他會有額外的加強效果 那技能的話呢 我前面跟大家推薦就是 以清冠能力來講的話呢 冰封球 火球 然後跟靈蘇閃電 然後再來護盾的話呢 含冰護甲跟火焰護盾 我會選擇火焰護盾 因為火焰護盾有免疫 免疫可以幫你閃很多招 傳統祝必點 在桿蘇上的話呢 前期你沒有馬之前呢 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技能 後面也可以稍微點一下 再多頭蛇跟含冰之刃 這兩個都還不錯 那這個閃電長矛 基本上前面就先不要點了 因為閃電技能的話呢 他非常吃 心靈觸發跟暴擊 那你前面的暴擊能力 其實沒有辦法撐上去 所以我會建議這兩個 那我是點了多頭蛇啦 然後後面這邊的話呢 火牆有稍微改爛了 暴風雪跟隕石術啊 這兩個前期清怪 都沒有到非常的強 所以我就先不點 這招也是 這邊就是絕招 絕招這邊可以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天使等於是 然後在主線全部一直衝一直衝一直衝之後呢 你會獲得很多很多裝備 裝備的話很簡單喔 其實前期都是過渡裝備 你都可以直接把它賣掉 或是直接拿去鐵匠那邊把它敲掉 拿到你的材料 那前面要拿到的是你要挑的話 就是挑一些比較會增加你的核心技能 讓你輕快更快速的一個裝備 然後再把它擺上去 這樣的話你打怪就會比較快一點 那一定要記得在齊歐瓦夏這邊會有一個煉精師 你要記得來找他 然後去申請你的藥水 讓你的回復量才會變高 然後上面會有一個戒指跟護身符 然後跟懸術師啊 前期你還目前還用不到 等後面拿到一些比較高等的裝備之後 你們再去做 然後鐵匠這邊的話也會有一個強化 就是你可以強化你的武器裝備 你可以稍微點一下 但不要點太多 除非說你有多餘的一個材料 以及你這些裝備可能讓你覺得說你前期可以撐滿久的 你就可以去升級你的武器 用你的武器去升級它 這些材料 你就可以把它升級 升級上去的話就會變得比較好一點 然後另外 我有看小草月這邊有跟大家提示一下 就是在遊戲設定這邊呢 有一個進階提示比較跟進階工具提示資訊 這兩個你可以稍微把它開啟 就是讓你的裝備完整性比較高一點 你會看到一些昆迷的敵人造成的傷害啊 11%啊 那這邊就顯示 最低就11嘛 11到16.5 你後面在抓裝備的時候 會比較好去判別 你今天裝備到底是算頂的還是不頂的 OK 這個遊戲還不錯的是它還有商店賣Skin喔 你商店點進來之後呢 很棒的是 你可以看你的時裝 然後去選擇 用這個台幣去刻你要的一個造型 我覺得還蠻酷的啦 不然前面可能還沒拿到這麼多東西之前 不太會去選擇這樣子的一個造型 後面如果出更帥的話 我可能會忍不住喔 馬的話也有啦 前面我們買這個極致版的話呢 其實就會有充一個馬的造型了 那馬的話要剪到第四張啦 所以建議大家一開始主線一直充 因為像我現在玩了大概快四五個小時喔 基本上我的主線第一張我都還沒借完 因為我要順路去採一些有的沒的 後面就會開始提出了 那希望大家在玩那個暗天怪人4的時候呢 可以加入我們討論群一起玩遊戲 那我們就下旁邊見了 掰掰 欸不對啊 靠我 不是啊 我還沒介紹我的技能啦 這邊的話呢 我一開始呢 是點這樣子 冰封 然後跟連鎖閃電 主要是因為冰封 他冰到人 溢傷冰到人之後呢 有時候會冰凍 冰凍完之後呢 再用連鎖閃電一直彈他 打單體會比較高一點 那打群怪的話呢 我就會一直用冰封球去K他 然後前面在跑主線的時候呢 推薦大家就是說 不要每一波每一波都清 就像你在打怪的時候 你就是一直往前拉 一直往前拉 一直往前拉 然後再回頭一直全部清 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如果你一波一波慢慢清 你前面的魔力會不夠 然後你會發現 怎麼你玩了八個小時 像進到精神時光屋裡面 然後什麼事都沒做到 好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好